什麼味道 然後其實也覺得好細喔 是 蠻細的齁 所以其實是現在做調和 老師現在一直在那邊shake shake shake 不是搖奶茶齁 不是齁 老師現在在搖的是什麼 就是將剛剛的這個 氨基酸粉跟生成水呢 把它能夠均勻的 對 混在一起 好 那這個分量當然就是 專業的美容老師他們會做拿捏對不對 對 是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幫他做一個按摩了嗎 還沒 還沒喔 好 放的東西還很多 現在做什麼 老師你動作要慢一點 這一塊是什麼 你幫他按了兩滴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亮油 亮油 要讓它的毛髮 會亮的 是的 是喔 亮油的主要成分是蠻蠻巴油 蠻蠻巴油 所以這個皮毛也要照顧到就對了 對 好 老師現在直接在蠻蠻蠻油的身上噴水 還沒有 我們還要再加上這個精油 可是你剛剛不是這樣子噴兩下嗎 這個還沒有調好 對 那我說你剛剛不是這樣噴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在操作之前呢 必須先把狗狗是在濕的狀態 所以現在假設他是剛洗完澡就對了 對 對 喔 就是先給他灑一灑就對了 對 一般這個都是你去你的美容蠻蠻巴裡面 就是身骨身洗好的時候 再來做後續 一般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主人要自己操作的話呢 對 就是在沐浴完之後 沐浴完就做 還沒有做潤絲 是 那身上還是濕的狀態之下來操作 是最好的時間點 那這樣做對狗狗來講有什麼好處呢 嗯 第一個其實最明顯的效果是 我們可以讓狗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放鬆 那放鬆的話 像我們今天用這麼好的產品給他 在放鬆的情況下 他對這些產品的吸收會達到更好的效果 你看看 喔 唉唷 繼續放鬆 他完全是 來這裡就像貴婦一樣的享受呢 你看看他 所以他一點都不害怕對不對 他不會 好 老師我們動作可能要快一點 好不好 我們就稍微讓他濕潤一下 那通常做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大概是要多久的時間 整套完成 整套完成 光這個按摩的時間 我們在按摩的部分 會建議至少15分鐘 好 我們稍微噴一下就好了 好 好不好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主要來看看老師的手法 直接就抹在手上就對了 對 直接抹在手上 是喔 我也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shake之後 真的很像那個泡沫的奶昔 你知道嗎 那手法上面 老師會怎麼建議大家 怎麼樣摸這個寵物最舒服 第一個喔 剛開始操作的時候 會建議先做淺層的肌肉按摩 淺層的肌肉按摩 所以說我們的動作必須要很輕 因為對於寵物來講 我們的濕力是滿重要的 我們畢竟跟它的這個差距很大 很大 所以在力道上我們一定要控制到 讓它是覺得最舒服的狀態 然後是只做到淺層的肌肉按摩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是非常的輕 所以你看喔 我手上這個就是好細的一個泡沫 摸起來很像泡沫 但實際上其實還滿扎實的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東西這樣子 大概多久時間做一次 你覺得最好 通常我們會建議 其實在精油的部分 它比較跟其他產品不一樣 是它比較可以常常做的 它是可以常常做 但是我們也建議 大概一個禮拜做一次 真的 其實是最恰當的時候時間 它整個是反過來的耶 它可以這樣子剛才是 你看它 有沒有 它的腳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它自己完全享受 然後完全配合老師的動作 這隻狗經常做嗎 其實還好耶 還好喔 可是老師你知道嗎 它這樣子完全是 就趴在那裡 任你這樣子處理它 對 因為它其實從小 就接觸我們的接觸 是 就是說它會適應 那它知道我們 對我們的信任度 是相對的比較高 是夠的 如果假設我們現在都按摩 每一個地方都讓它很舒服了 對 那在這個手法上面 老師剛剛說要很新 對不對 然後呢 讓它 甚至要這樣慢慢捏來 我們現在拍一下老師的手部動作 老師我們再把這個動作再重複一次 有沒有 就這樣子好像往前走 帶動一下這個感覺 而且一路的就是到這個臀部的地方 對 沿著脊椎的兩側 沿著脊椎兩側 這跟我們人去按摩 道理很像耶 對 在骨頭跟骨頭中間 好 這肌肉 這個 跟骨頭的這個中間 都有非常多的需要釋放的壓力 好 這個地方這樣處理完之後 會不會翻過來 會 會翻過來 我要不要示範一下翻過來的狀況 可是很多狗 你要把它翻過來 它可能會反抗吧 其實我們會利用在按摩背部的時候 就能夠讓它盡快的放鬆 那這時候它會接受讓你把它翻過來 那通常在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完了 需不需要再沖洗呢 需要 還要再沖洗 越來越感覺到它不一樣的感覺了 好 我們先進段廣告 好不好 稍後回來呢 我們再來聊一聊 到底這樣子的一套 這樣的SPA的按摩 對狗狗有什麼樣的幫助 好嗎 我們先進段廣告 好 頂級的這個寵物SPA的享受 真的在今天寵物俱樂部 讓大家感受到 球球可能會抗議喔 說他為什麼沒有 但是主持人 因為球球的個性比較 他的氣質比較特殊啊 因為他喜歡咬人 我們家12個 他喜歡咬人 我們家12個人裡面有7個被他咬過 所以如果 如果電視機前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家的狗狗 個性跟球球類似的 就不建議他做這樣子的 對 因為他可能他的個性比較古怪一些 是的 萬一出去咬傷了這個老師 其實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覺得基本上就是個性上面 跟人是比較能夠親近的人 我們還真的是蠻建議他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否則的話就真的是 要自己在家裡頭 寵物主人跟他很好的時候自己來做 所以高老師現在教大家 如果你的狗狗帶不出門去給別人處理的時候 你自己可以怎麼安撫他 老師幾個重點教大家一下好嗎 最簡單的開始的方式呢 我們是從頭部開始到尾巴 頭部到尾巴 沿著脊椎兩側 沿著脊椎兩側呢 沿著脊椎兩側呢 我們做畫圈圈的按摩方式 畫圈圈 畫圈圈 一個圈一個圈的往前進 是 一個圈一個圈的往前進 輕輕的 動作要讓他覺得很舒服放鬆 絕對不要施壓壓力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淺層的按摩 喔 好 然後再來呢 第二個動作呢 你可以做揉捏的動作 揉捏 但是這個捏也非常的輕 好 經過畫圈圈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揉捏 是 好 第三個步驟呢 好 這個步驟之後 如果我們要讓他的 還沒有很放鬆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順推的動作 順推 喔 好 老師我現在好羨慕歐花優喔 我希望在上面的人是我 其實主人也很重要 因為主人必須要先放鬆自己 自己要放鬆 不然你會讓你的寵物更緊張 會 對 所以其實是我們操作的人 也很需要注意 是 所以背部我覺得光這三個動作喔 就可以讓 就很舒服了 那如果說像腳部這邊呢 四肢的部分 你會建議怎麼做 嗯 腳部的地方喔 我們會從這個腳掌開始 喔 腳掌開始 對 像他的這個腳掌的部位呢 腳底的部位 是可以做腳趾頭的按摩 是是是 輕輕的揉一揉 喔 輕輕揉揉的按摩 對 然後到這些